3月10日上午,随着河南浦阳渠村,引黄入济补电渠守闸闸缓缓落下,黄河首次向雄安新区生态补水工作圆满结束,补水约8000万立方米。 这也标志着历时三个多月,引黄入济补电吊水工作圆满结束。 引黄入济补电工程干渠长482公里,从2018年11月29日正式通水。 截至3月10日实施,取手饮水3.4亿立方米,向河北沿线提供生产、生活、生态用水2.6亿立方米。 首次向白阳电生态补水8000万立方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北用水紧张状况,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提供了水源。 据了解,引黄入济补电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跨越黄河、海河两大流域。 工程自河南省湖阳渠村引黄闸取水,沿途经河南河北两省6026个县市区最终进入白阳电。 该工程主要任务是为沿线部分地区农业供水和向白阳电实施生态补水,缓解沿线农业灌根缺水及地下水超采状况,改善白阳电生态环境,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生态水源保障。 感谢观看